講一下上課時間 哥哥的上課時間是早上的7點45到下午的2點45 所以這樣子在學校的時間是 7個小時 才7個小時啊 嗯 7個小時 然後有6個小時在上課 30分鐘在吃午餐 然後30分鐘是生存 Life skill 但是其實那個也是上課啦 後面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的課程 我覺得美國的課程跟台灣課程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弟弟的上課時間是8點到3點15 所以弟弟多了15分鐘 來看一下哥哥的課表 原則上他們的課程是分成A B課程 A的課程是一天 B的課程是一天 然後課程的安排是這樣 禮拜一到禮拜五可能是A B A B A 或者是B A B A B 這樣子的方式 A的那一天會有單一天的課程 B的那一天會有單一天的課程 所以像哥哥A的那一天會有什麼課 哥哥會有Integrated Science 然後Literature 文學 Composition 選擇作文課 然後功夫課 Lifeskill 跟Geography 地理課 那B的那天的課程呢 有Computer Applications 電腦應用 Algebra 代數 Humanity 人文 然後一樣有Lifeskill 跟Piano 哥哥選擇 鋼琴課 那一堂課的話是 除了Lifeskill之外都是90分鐘 他沒有下課時間 原則上就是可能是前一堂課的老師 會稍微提早一點點下課 然後讓你有一個時間 可以去到下一堂課的教室去 然後Lifeskill的話是 多久 Lifeskill是30分鐘 那其他基本上每一堂課都是90分鐘 等於是一天有四堂90分鐘的課 一堂30分鐘的課 跟午餐30分鐘 所以就是滿滿的 7小時 7小時 那這個是哥哥的Charter School的時間 禮拜五的每一堂課會縮短一點 因為禮拜五會提早下課 提早多久下課 90分鐘 禮拜五提早90分鐘下課 1點15分就下課了 禮拜五1點15分就下課了 這邊有一個公立學校的時間 可以給他看一下公立學校 他們有六堂課 然後 但是我看不太懂耶 他就每一堂是57分鐘 因為他有五分鐘的下課時間 哦 他那個zero hour是什麼意思 類似輔導課 可能外國學生他可以提早去學校上課 或是社團課 或是什麼 拍一些有的沒的 可是也太早了吧 他的zero hour 6點28耶 對 所以他們一般學生其實是7點半 除非你有排一些其他的 國外的課程 所以他們午餐有分 兩個時段交錯 可是第一批10點36就吃午餐耶 對啊 哥哥不是說他們上學期 其實也是10點多高中生先吃嗎 然後大家反應太早了 對啊 所以他們高中生才改成後面12點多去吃 不過因為他們早下課啦 然後午餐又吃的比較簡單 所以回家再吃點心 理論上這個課程的時間 應該是沒有像台灣 花這麼長的時間在學校 課業壓力應該要小一點才對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壓力是 真的是在語言的問題 其實他們上課時間 你看台灣一堂課 教了45分鐘 乘以8堂課 如果加上他們第8節 一樣副6個小時 但是你也要上第8節 如果你不想上第8節就教導 可是你在台灣你要到5點才能下課 因為你有很多下課時間 午休時間 其實在美國這個上課時間是很緊湊 然後沒有下課時間 因為在美國小孩子下課回家 通常是打球看球賽 對啊 然後或者是家裡可能有 有有 重點就是台灣有辛苦的勞工爸媽沒 他爸媽還沒下班 有沒有回家 回家了也要去補習班啊 繼續待到爸媽下班 我安心他 對啊 因為這邊美國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美國的父母工作上面的工作時間 通常相對比較自由 或者是說 因為像有的美國媽媽他們的工作 可能是做那種ROV rate的那種工作 那他可能他可以選擇 他可以選擇很早的班 或者是說他上到中午他就結束了 他是可以這樣子選擇 其實爸媽是可以錯開工作時間 美國的工作時間又相對比較自由 所以比較難夠配合小孩子上學 我是這樣覺得 有啊 弟弟他們小學的charter school 也有那個啊 3點半到6點的課後 喔對 其實他們也是有吧 也是有課後輔導 這個叫他們叫什麼 Egonest Egonest 老鷹的草 就是課後輔導的課 也就是顧小孩 不見得吧 我覺得這邊有的是 我覺得他這個charter school 就是他們也有一點這種 升學的壓力 可是小學生耶 小學啊 他真的就是幫你顧啊 真的耶 但像高中的話 他就跟你說3點半之後 一律不足留在學校 全部給我想辦法回家 高中就沒有這個班 完全沒有 而且他還跟你說3點半之後 他們辦公室的門全部會關掉 會把你趕出來 所以那真的那個小學 那個就是真的就是幫你顧小孩 幫你顧小孩 因為小孩子沒辦法回家 可是高中生你可能就可以自己想辦法回家 國中就不知道有沒有 有啊 國中也還有這個 是到高中之後才沒有 對啊 但是因為他charter school 一年級到八年級 也是同一個學校啊 所以對他來說 他老師是同樣的老師 但是我不曉得公立的學校有沒有 跟兒子他們聊一聊 看他們現在的心得 現在的心得就是用聽我 聽不懂 聽不懂 怎麼老師在講什麼都聽不懂 問兒子說 老師有說這個要幹嘛嗎 不知道 老師有說這個要教嗎 不知道 老師有說這個要寫嗎 不知道 當然不可能知道 因為就聽不懂 聽不懂就是聽不懂 這個真的要花時間適應 哥哥在讀書 這是什麼 科學 科學 牛頓運動定律 之前在台灣的國中有學過嗎 沒有 沒有嗎 狗山的 狗山的喔 好吧 明天要上嗎 對啊 好 今天要來幫 哥哥育洗一下 來去看一下弟弟寫作業 弟弟今天很厲害耶 弟弟他今天就問老師說 Do we have any homework 然後老師就拿他的本子 來幫他寫 所以哥倫布教你說 要問 沒有啊 就 你怎麼問 你說 Do we have any homework 對啊 我就去找老師然後問他 厲害厲害 然後老師就跟你說 他作業都寫在白板上 沒有他是 要怎麼講 他就是 投影 在上面 所以你要抄就要趕快抄 沒有他就一直投影 所以你知道老師說投影在哪裡 沒有他上面就有一個然後 在那邊喔 投影在白板上啊 OK 這是什麼homework 數學 homework 但是還是有很認真聽對不對 然後都有認真觀察別人在做什麼就先跟著做對不對 第一天我就大致上的行程囉 知道了 就不會那麼害怕了對不對 嗯哼 老師把你帶到別的教室也不會害怕了 嗯哼 快一個禮拜了應該有比較習慣了對不對 嗯哼 而且已經會自己去問老師什麼問題了對不對 嗯哼 酷喔 超級酷喔 等一下上禮拜第一個禮拜上課什麼 什麼心得 一堂課接著一堂上 目前的課程哪一門課聽起來最吃力 Literature跟humanity Literature跟humanity 剛好是都同一個老師呢 對 因為同一個老師所以聽不懂 文學課跟人文課 因為就比較 因為畢竟是等於是給這個是給美國人上的英文課 所以變成那是更英文更神的英文課 那目前聽起來比較懂的是哪什麼課 體育課 體育課 還有音樂 數學是因為他數學不難啦對不對 嗯 比相對跟台灣的數學內容來講的話 目前的數學還比較簡單一點 啊自然呢 自然老師根本就不用講話 因為自然課比較屬於自修的狀態 老師的上課方法是讓大家先自己讀 然後讀完之後再來討論 或者是來回答問題 對不對 好吧 快要一個禮拜了 慢慢適應 最難的部分還是英文 阿今天午餐有好吃一點嗎 有啦 從南吃變還可以 因為習慣的關係 今天的午餐內容是什麼 鬆餅 鬆餅 鹹的嗎 甜的 甜的 阿有配鹹的東西嗎 雞塊 鬆餅雞塊 嗯 弟弟也是嗎 弟弟也是阿 我也是阿 喔 好吧繼續加油 哈 繼續加油 我哥哥那個 雙餅沒有那個糖漿我們都有 哈哈哈哈 對然後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我是哪幾塊沾 嗯 我看同學有沾 然後我就隨便拿一個 然後拿雞塊去沾 嗯 甜的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因為我只有在那一點點 所以一小口 它沒有太影響 它的那個 味道 對 嗯 好啦 繼續加油吧 吃出甜